第四个运算符呢 叫字符串的运算符 字符串运算符呢 主要作用呢 是对于字符串的一些比较操作 或者说判断吧 来判断一些字符串 它的一个长度啊 或者说是不是相等 那这些操作 那下表呢 列出的是字符串的运算 假定呢 咱A等于ABC B等于EFG 那么这里面有哪个运算 第一个等于号 等于号 判断两个字符串 是否相等 是否相等 这个地方需要注意一下 为什么需要注意 咱这个等于在前面 我们往前翻 一个等于表示复值 两个等于才是相等 但是这个是当时针对于变量的 注意一个是变量 一个是变量名 但是现在注意放到我们下面来 放到下面来 是不是两个变量 对吧 所以这边一定要区分开 不要搞混了 它是表示判断 字符串 是不是相等 是不是相等 相等是一个 不等 一个等号 加上一个碳号 碳号表示取返嘛 是不是 是否相等 不相等 注意 不相等 返回处 不相等 返回处 上面这一个等号表示相等 所以我想你的结果是相等的 下面表示不相等 表示你的结果 我想要的是不相等的 那如果我想要的不相等 结果你又给的我是不相等 所以它是真 不相等就是真 那后面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 其他比如说这个 杠Z 杠Z 代表是检测字符串的长度 是不是为零 为什么是Z呢 对 Z E R O Zero 所以是 Zero E Z 大字也小Z呢 小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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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断是不是为零 那如果是零 那OK 返回一个处 然后 杠N 杠N 判断字符串 长度 是否为零 不为零 返回处 那其实和 Z是相反的 然后还有STR 直接输STR 这个STR 就是判断某个字符 是不是 字符串 是不是为空 不为空 返回处 就是直接 写这个字符串就行了 那这块是不是要 使用字符串呢 使用字符串 但是字符串的话 我们是不是复制 给到了A了呀 所以直接写 到了A就可以了 返回处就行了 嗯 不用加呀 词卷就表示字符串的意思 就表示字符串的意思 是表示这个意思啊 我们一般在很多的这个 脚本语言里面 他呢 官方的一些文档 都喜欢把字符串 使用的是 FTR 如果想要数字 他会写RNT 如果想要真和假 他会写一个这个 都是一个简写 都是一个简写 那我们这地方想要个字符串 那就是写个FTR就行了 那么FTR呢 这个字符串呢 由于前面我们复制给了变量 所以这地方呢 直接写变量就行了 其他什么都不用写 这种语法呢 在GS里面有 像GS的话 IF 然后括号 然后呢 假设这个变量啊 叫AA 意思就是判断这个AA 是不是为真 是不是为真 也就是判断它是不是为空 写法呢 基本上和这块是一样的 就是把这个括号啊 给它换成了中括号而已 Find查找的结果 严格意义上来讲 它就是这种 安利啊 将这个上述的啊 这个语法啊 来去验证一下啊 验证一下 这边呢 我们就退出来了 那么11有了啊 再12 12 12的话呢 现在的话有这么几个啊 要求有A等于ABC B等于FG 先来个警号 碳号 并 然后呢 BSH BAS A等于 注意是字不算了啊 ABC 然后B等于 ABC DEF DF 那现在有以下几个判断 第一个判断 A是不是等于B 我们肉眼观察肯定是不等于啊 判断A 判断B 啊判断B 那它是判断两个是否相等 那我们这一块的话 ABC肯定不等于BF 肯定不等于DF 所以它最后反为什么呢 它应该是返回 讲吧 这地方说相等才反回真嘛 不相等反回 讲嘛 所以这一块的话 这里面呢 我们比较合适的应该是输出一个 哎 输出处吧 这是个字符啊 字符上 Els Echo False 最后呢 Fi 先试一下这个命令 看看行不行 哎 什么输入密码了呢 赶紧退出来 小X CHMOD 加X 然后呢 Test12 走 把这个VM给它删掉 点杠 找你 False False的话 那么用等于号的话 它是不是表示不相等啊 不相等 所以False 没问题啊 这是对的 然后后面呢 还有其他的 其他的话 基本上差不多啊 我们把这个复制一下吧 5到10 是6行 是吧 那么就是6YY 复制6行 到最后面来 粘贴P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加空格吧 加空格 然后呢 前面呢 给它来个 不等于 那么不等于 我想要不等于 结果呢 它刚好本身就不等于 所以它返回 处 否则返回 False 那么看第二个 对不对啊 是不等于啊 不等于处嘛 嗯 然后后面 还有其他的 再来一个 这时候 咱从这行 开始复制啊 7YY 连空格也复制上 P 粘贴 这次呢 是判断 它的长度 是否为零 是吧 呃 是否为零 长度是否为零 那这块呢 咱们把这个 A和B 就取一个就行了 A和B 就取一个就行了 按照语法要求 应该是 杠Z 杠Z 注意杠Z 和这个 到了A中间 有一个空格 啊 有空格 要不然又连在一起了 留在一起 你看 眼这个Z就变色了 没变色是吧 眼睛看花了啊 没有变色啊 都是黄色的 杠Z表示 判断它的长度 是不是为零 如果为零 则反为处 那么这个长度 它肯定不等于零 所以 它应该反为Force 所以这块 我们改一下了 把这个地方呢 改成Force 下面这个地方 改成处 改成处 等会儿啊 咱理一下 一涉及到真假 就有点那个啥了啊 如果它的长度 是零 它才反为处 但是我们是不是零啊 不是零 它还走后面 应该是Force 这个没错啊 没错 走 不等于零嘛 所以反为的是Force 没问题啊 嗯 然后再来一个 一二三四 五六六七七 七歪歪 七歪歪啊 然后 粘贴 那粘贴 然后呢 下面这个呢 就是 这个底倒一下了啊 它应该是杠 N 杠N呢 表示长度是不为零 不为零的时候 返回的是处 哎 那我们长度不为零吧 返回处 你不用管了是吧 哎 行 那么再往后来 P 再再开一个 还有什么 ITR ITR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只需要直接把豆的A给它 丢进去 也就是判断 它是不是为空 那我们这个地方 如果不为空的话 不为空 返回处 我们A 是不是等于ABC啊 ABC会不会空啊 是不是它应该返回处啊 不为空 返回处啊 行 那也不用改了吧 啊 行 只行啊 FORCE处 FORCE处处 啊 没问题 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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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假这边就容易乱 嗯 嗯 真的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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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